好,接下来为大家示范怎么是结合Sony的那个对焦系统 结合AFC连续对焦以及结合扩充锁定F扩充弹性定点 好,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整个画面上都可以看到广场上有很多人 那我们要做个追焦动作 那基本上我们要用使用连续对焦 当我们使用连续对焦以后呢 接下来换人对焦区域切换模式 一定要选择这一个锁定F扩充弹性定点 这样子的话相机才是针对我们所对焦的主角进行追焦 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有个准心 这个准心是用你去瞄准你要对焦对哪一个主角 那假设说今天我先对左边这一位好 我想要对准他进行对焦 我的对焦先对准他 然后办案快门不放 没有抓到再一次 这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个对焦框一直追住那一个人 我一直移动他,他会一直跟着他 好,放开 接下来我要再对其他人的话 比如说中间这个穿白色衣服的 一样我的准心瞄准他 你会发现已经有个准心对焦在他身上了 这个时候呢无论他走去哪边 那个对焦框都会一直锁定他 可是呢似乎他现在没有走了 我们换下一位好了 我们来找一位在广场上面走路速度稍微快一点点的 好,我们来对准他好了 一样办案快门 这时候你的快门不要放 他就会持续的锁定他 直到离开我们的画面为止 接下来我再找这一位好 办案快门 他会持续追着他 这时候我的手不要放 手指不要放 他都会一直锁定他 这个东西就是采用连续对焦 搭配锁定F扩充弹性定焦点一个运用 所以我们再找一个做示范好了 这一组好了 准心对准他以后呢 办案快门 这时候相机就会锁定他 这时我的手指不要放 他就会一直跟着他 一直跟着他 一直跟着他 直到我按下快门为止 他就会一直锁定他 那可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不是使用AF的连续对焦的话 你用单次对焦的话 这时候再切换它对焦点模式 他就没有一个锁定AF 这个功能就不会去使用 所以说呢 那这就是Sony相机中的那个追焦系统的操作 跟大家分享 这就是Sony相机的操作 那就是Sony相机的操作 那就是Sony相机的操作